蘋果官網公告 台灣時間5月7號晚上10點 將會舉辦線上新品發表會 預計將發表全新iPay Air iPay Pro以及Apple Pencil 填調機構數據顯示 蘋果今年手機在中國 iPhone下滑19% 為疫情爆發以來 在中國最差銷售表現 日元對美元匯率 暢34年新低 接近155日元新理大關 日本銀行本週五 貨幣政策會議和總裁言論 將左右日元匯率走向 法國時尚品牌集團 開雲週日表示 Gucci今年Q1的銷售額 出現下滑 開雲警告集團今年上半年的 營業利潤恐大幅下降 40%至45% 由於中國需求疲軟 Gucci今年Q1的銷售額 年減18% 新唐人野菜電視整理報導